大家好,我是关雅迪 一位将近20年从业经验的电影人 也是一位整整10年越野跑经验的超马越野跑爱好者 同时我也是国内迄今唯一一部全球超马越野跑比赛的纪录片节目 《雅迪跑世界》的出品人 更是国内最早一批脚踩着Hoka One One越野跑鞋 在全世界参加超马越野跑比赛的亲历者 2021年对于中国越野跑发展是极为特殊的一面 一方面在疫情大背景下 越野跑赛事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越野跑运动的安全问题 在今年成为每一位从业者和每一位爱好者最关心的话题 接下来我就携手Hoka 制作了一组聚焦如何安全地享受越野跑运动的小短编 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越野跑运动的魅力 然后跟着我和Hoka一起跑起来吧 大家好,很高兴 今天我们拉了相夫招跟我们在一起 跟大家好好聊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安全地享受一场越野跑比赛 说到越野跑的比赛的安全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在你脑子里面的画面 突发情况 对,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还有安全就是主委会 就是半晒能力 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 第一个突发情况我能理解 第二个谈到你脑子里面的是 你对组委会的专业水平非常看重 对,因为我参加比赛很多 我觉得某些时候 组委会还没有我专业 你如果针对那些 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跑者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经验是来自于就是赛事 说我在对这个赛事的认知 我也提升了 对自我的认知也提升了 你也会兴奋或者是紧张 对 我觉得我第一年比赛摆的时候 我是彻夜没有睡的 第二年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次参加赛摆的时候 我的肠胃出现了问题 然后我就是觉得 要去国际参加这种大赛的话 正是调整 调整饮食习惯 还有肠胃都非常重要 在后来找到了什么对应的解决方法吗 在赛前的饮食也相对来说注意点 还有在比赛当中的 吃的东西是非常关键的 吃一些比较简单的 还是不会吃的 像比如说我去欧洲参加比赛 其实欧洲的食物是不太适合我的 我就会自己带着中国的食材 火锅底尿 比赛的过程当中怎么办 比赛过程当中没有火锅给你吃吧 在当中我是相对来说清淡的 就蔬菜水果 然后我在比赛当中我也会射入很多碳水的 比如说我自己蒸馒头 自己做好粥 然后拿到赛道上 然后交给我的布局 我第一次去UTMB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我就是都下着雨 我就在山上倒头就睡 我实在是困了不行 瞇了10分钟睁开眼 试个下坡跑起来清醒了 你是怎么去预防这种情况 在把英里赛道当中 因为我就吃咖啡 我就喝咖啡 你第一次是没有用咖啡因 对对 后来我就买买了那种浓缩的咖啡因 就一点点只要吸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想保持这样的比赛的咖啡因的效果 我们应该是保持对咖啡因的敏感 也不要因为平时吃太多了 你到比赛的时候可能就就就就就就没用了 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 对然后还有看咖啡的浓度 对你自己在日常的很多很多的日常训练当中 你一般会想到什么样的问题 推荐给大家要提醒安全上的一些考虑 训练的时候相对来说 一个人训练的话肯定是距离是比较短的 这个短对于你是多短 30公里以内 如果说要训练长距离的话 然后拉链的话 我就会跟小伙伴一起 对跟别人一起 而且我会提前就是不管是有没有人带路一起跑 还是说怎么样的 我都要我提前要下载好轨机 GPS这个功能是在没有手机型信号的情况下 其实依然可以使用的在手机里面 对而且是要离线离线 对对对对 其实我训练长距离 还有我会根据天气情况 然后配备强装 强装大概你就理解几类 就是保护你体温的 防止你受伤或紧急处置的 给你补充能量的 简单就是够穿够吃 够紧急的处置 比如说你哪摔破了磕着了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相关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想想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我会比如说我会有时候针对一场大赛而准备 比如说港版的时候我会提前去深圳 因为都是在一月份嘛 感受它的那种湿度 对我要去深圳训练 那针对于天币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就是吃就你刚才说的 对出国比赛对于你来说 带床主意点的那边是面条我都带了的 是什么面条是素食的那种面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挂面 就直接索了 因为在欧洲的挂面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欧洲他们是意大利面又是各种 填pasta就是那种spargetti 全是那种东西 我觉得跟大家值得分享另外一个安全角度 你可能大家觉得不相关 就是精神心理健康的问题 不要因为你热爱一项运动 变成痴迷变成重度的沉迷 然后给自己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不要为了过度攀比陷入一些对吧 对 一些陷阱 处在不同阶段的人 然后可能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作为精英选手来说 可能都很想拿冠军或者拿前三名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成绩当然也很重要 然后其实我心态还蛮好的 然后就是说我拿不到第一的时候 然后我会给自己降低标准 然后就你刚才说的要准备装备 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比赛 强装里面没有 但是你会戴这个会有吗 会有 对 因为有的比赛他真的是不太专业 然后他可能强强装列表里边就没有这一条 因为我一般都会提前一天或者两天到比赛地 然后就感受这温度 如果说觉得冷的话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我都穿的是比强装要多的 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我怕冷 我怕冷 提了很壮业的感觉是你哪怕多带一点的 我们对于这种多带就是我自己会称之它为叫荣语思维 油天币还好一点 军神之旅我永远背着至少500克的能量粉 500克能量粉意味着什么 80克就是320卡 5840哇天哪我带了2000卡 我的意思说我默认万一我摔沟里面了 我能靠这个东西在这边吃这个能量粉 我能活气了一小时以上我能够等到救援救我 你瞧瞧我是一个制片啊 这么多年做电影行业制片工作就天天就是应对风险 所以我就是考虑到这个安全话题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点跟大家不太一样 你自己从你的比赛经验来看 我一直冲在队前面和你跟随去跑会有区别吗 我一直以来比赛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 对只会是说有人会来打乱我的节奏有可能 然后我很少去跟别人跑 但比赛当中也有可能就是别人来跟我跑 对有没有受到别人打扰导致可能对你是一种干扰 甚至影响到安全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干扰了 然后你就会心慌 然后就会跑错路或者什么的 比如说去年在港外的时候 然后第二名驢子运动员 然后一直跟我到了step 4 他就前面就一直跟着我跑 他也不抄我 你就能感觉到他故意他就能抄他也不抄 对他不抄了 然后而且上波下波我就来感受他的速度 他到底是在哪方面就更擅长 或者说哪方面有劣势 然后他在跟我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慢慢在去分析他 对其实用听觉 他其实也肯定也在分析我 我在cp4的时候 然后我我近战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我在港外的时候 我就想因为我要一气呵成 我就每个补给站 我觉得我不应该超过30秒出战 我出战的时候 我可能比他提前了10秒 然后就这个10秒 然后我出战的时候 我状态很好的时候 我就稍微加了一点点速度 就把他甩掉了 对 如果像比如说他来跟我的话 然后他为了来追进这个 就是这10秒的距离 然后其实他也在打中他自己的 他拉爆了我没拉爆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突发状况 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你真正在哪个重要的比赛当中 遇到了什么跟安全有关的突发状况 13年一场户外多相赛的时候 然后当时打雷 就当时就是雷电嘛 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 很恐怖 我当时而且我那个时候在骑自行车 其实自行车也是导电的 当然啊 但是你戴手套了吧 我戴手套了 但是因为一直在下雨雨非常的大 又在打雷 然后就当时我真的觉得好危险 那个时候我没有停下来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想想的话 我可能我会避过那阵雨 然后避过打雷 过后我然后再等 你是不是已经 我不避雨但是我要避雷呀 对那个雷是不是已经能听到比较近了 距离一比较近 那还要没没没那么近 对 嗯 你自己有有遇到受伤吗 摔跤也是就避免不了的 经常经常摔跤 然后就是马上出血出很多血 其实这个都不影响 这个对这种硬伤就还好 没有出现那种 皮外伤都没事 皮外伤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 抖坡擦个屁股蹲 那种对我来说都不叫甩脚 对吧 我说甩脚真的就是 啊 那个是真的是甩脚 有时候就觉得啊 摔下去整个人都崩了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 但是缓一下 然后其实没没关系 也不影响前进 是的 只是慢一点点 那你调整一下心态 崴脚是怎么应对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崴脚是最常遇到的情况 在跃跃跑最常见的 你大概崴到什么程度 坚持了还是怎么样 有几种程度 就是有很轻的崴脚 就是不用处理的 还有中间成的就是崴脚 是要自己先处理一下 但是也是能跑的 那我一般都是坚持 如果能跑我就跑 因为我处理就是自己带了绷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我没办法走了 然后我就就退赛 对我有过一次退赛 我当时直接就是我摔下去不后 我就是剧烈的疼痛 我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那只脚根本就不能用力 然后马上就肿起来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崴脚 然后我真的没办法 我就退赛 那你当时做了 做了包扎处理了没有 对我在那稳定了过后 然后再慢慢挪到那个 山下河沟里边 因为在山上嘛 挪到河沟里边 然后再冰敷 对 是的 他做的所有的处置 你看都是非常正确的 第一就要首先 因为如果崴到那种程度 都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 我们在野外急救里面称的 所谓不稳定经商 不稳定经商 首先第一反应就是要固定 然后不管上加板 还是上崩带 然后马上我们就要 就是叫那个原则嘛 RIS 抬高 冰敷 休息 压缩 Compression 所以简称RIS 所以我觉得项目庄 你看他 简单几句话 我一听 那个流程非常的标准 你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你这么多比赛经验 遇到了这么多安全相关的问题 把自己训练的 好像我觉得安全意识 应该是非常完善 经验也非常丰富 你自己感觉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 会 就是觉得自己受伤会越来越少了 就刚开始比赛 就Cocomo特别多 尤其是我以前是参加自行车比赛 年轻嘛 对 就是比较 稍微莽脏一点点 对 如果你也很了解 那个越野跑这个运动 对一般人的发展的影响 就像像我们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 只要他找到了一个 能让自己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 运动的生命周期其实非常长 我就觉得我会可以一直参加 我活到老参加到老 因为我参加 我去霞木里 就是比了UTMB过后 就是看到哇 这个年龄 比如说18年的时候 UTMB组别 前三名 女子组前三名 都是40岁以上的 对 所以说我都运动寿命太长了 而且我的巅峰还没有到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项目赵啊 90后啊 这个不要着急 更多的90后 甚至00后朋友 你们都喜欢上了越野跑 千万别着急 你的运动的峰值 巅峰的水平应该会来的 比较靠后一点 这是特别正常的 也是特别科学的 好 那我们感谢项目赵 没想到今天拉七杂八说了这么多 我们下次有机会跟他再见 好吗 再见 拜拜 谢谢雅迪 谢谢 谢谢项目赵 我说如果你是阿拉雷 我就是卡卡 然后我看他愣了两秒钟没反应 我就 我听热的 对 然后 然后 原来大家都知道叫他阿拉雷 阿拉雷说 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看过阿拉雷这个漫画 其实到后来我也没有看阿拉雷 我只是在摆桌上收索了一下 阿拉雷继续叫起来 那我回去看娘姐 好 那就彩蛋到这结束 拜拜 拜拜